当地时间5月10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布达佩斯 应邀出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夫人 举行的践行活动 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眺望布达佩斯市井 多脑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 欧尔班向习近平介绍布达佩斯 城市历史发展变化和规划前景 表示中国企业为匈牙利经济发展 和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中方成建项目 成为两国合作的旗舰项目和友谊象征 中国技术在很多方面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匈方期待同中方开展更多合作 引进更多中国先进技术 助力匈牙利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 习近平感谢欧尔班的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 习近平表示 我在这里既感受到布达佩斯的历史传统 又看到了新的生机活力 加深了对匈牙利的认知 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忆 时隔15年 匈牙利取得的发展成就 令我印象深刻 中兄交流合作 曾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 当前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 将为匈牙利提供更多机遇 中方愿同匈方 加强经济技术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取得更多发展成就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两国领导人临窗而坐 看窗外云卷云书 畅谈各自成长经历和治国理政感想 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看法 达成很多共识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 和管党治国重要理念 指出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 成长成为拥有 九千八百多万名党员的大党 一路经受住很多严峻考验 领导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我们有信心继续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保持中国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不仅让中国人民 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这次访问时间虽然不长 但我们进行了充分深入沟通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我们决定建立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忠雄两国理念相近 都崇尚独立自主 我期待同欧尔班总理 保持密切沟通 引领两国传承友好 共同努力将我们达成的共识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持续造福两国人民 我对忠雄关系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